1月9日,安徽合肥带百天女儿跳河青生女子的家属告诉记者,警方已于1月6日以虐待罪正式立案侦查此事。 家属称,青生女子曾在手机留言说是丈夫逼死了自己和女儿,但因证据不足,过去三个月,警方一直无法定性为刑事案件。 直到最近,在律师的帮助下,案件立案。 大人和小孩的遗体目前仍在殡仪馆,此前疑似家暴的丈夫陈某事发至今仍未露面及道歉。 据律师前报道,安徽合肥家属爆料称,89岁女子带刚满百天的女儿跳河青生,事后通过女子的手机发现,女子在家中遭到丈夫张宏胡骂,还受到家暴。 青生女子的父亲王先生介绍,事发时自己在乡下,女儿青生前将手机放在岸边,上面写着手机一定要交到家里人手上,不能交给任何人。 并 siz我地交给任何人。